她的点太多了 你这个 你刚总结了这个点 哇又来一个点 就是语言密度特别快 我都还来不及反应 谢谢叔二 赶一杯吧 刚刚有一句话是说 看到一杯酒 好像是看到了流淌的权利 是吗 对 这是你创造的句子吗 对 哇 金剧制造机 就是因为领导金银酒 你不敢不喝嘛 对吧 好像以为是说很尊重领导 其实就是小看他呀 你不可以再生了啦 对对对 叔二 像领导都是风筑残年 好不搞就喝挂了这种 也是你的发明吗 谁有不明吧 就听着好像哪不对似的 好 我们三分钟时间 给硬汉刘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刘老师 一位酒文化推广员 拿到这道遍体我只有一个感觉 还有 这好是 那我可以得硬着头皮 好好跟领导喝一喝 我一共有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喝酒再且不谈 头皮一定要硬 在我们青岛的参与文化里啊 不要说是领导 但凡是个人类 敬你酒 你都得硬着头皮喝 你还得让他硬着头皮跟你喝 你俩比的就是谁的头皮硬 男子汉大丈夫 顶天立地 凭着就是头皮啊 你就要告诉他 胡思要带地 胡思要带地 因酒着 我们平时在公司里 是不是挺憋屈 领导说啥就是啥 领导指哪咱咱哪 对咱呼来喝去要不喝溜了 今天他终于喝迷凳了 开始敬咱酒了 此等好机会 你不得硬气头皮 跟他一绝刺熊啊 你担心你喝不过他 没问题 你们就团结起来 所有的小酒量 都拧成一股声 缤纷实怒 推杯换展你来我往 你们只要不是 两瓶货香正气水的量 我估计这个领导 也就玩不到后半程 漂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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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点啊 不能怂 然后我的第二个点是 尊重 尊重 你尊重领导 领导就尊重你 领导敬酒你不喝 领导夹菜你转桌 领导唱K你签歌 领导开门你上车 你拿领导当人嘛 他是不是很可怜 很可怜 我们有点良心吧 他敬你酒是尊重你 我们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他 但凡敏一口呢 给他个台阶下 好 我的第三个点是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我说错词了 我第三个点是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对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干杯 这个动作吗 为什么 是因为害怕被毒死了 我时候人们举起酒杯 使劲把酒往对方杯子里撒 如果有毒 大家就同生共死 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 这个动作代表了信任 能举起酒杯的 都是想要和你一心换一心的 你不喝 他就干巴巴地站在那 我就没有时间了 最后总结一下 人在江湖走 怎能不喝酒 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喝高 好 时间到 他超过了手啊 也倒可以 我都没说了 雷老师 你回头看一下 五十三比三十六 怎么样 开杠吗现在 开啊 还是开啊 来了 来劲了 开啊 岂有此理 就开始 一个性流的男人 既然要打败我了 就是要反击 来啦 孙儿姐感觉有啥气了 手要来劲了 来来来 来劲了 来 来 各一分钟时间 坐手要开始 能喝的人们 这个问题是凡尔赛 不能喝的人们 这个问题是真无奈 不能喝 喝出洋相 怎么办 那就酒后行为表演艺术家 酒后行为表演艺术家 但是我不行 而且你喝了一杯 就得另一杯 你知道领导的脸像什么吗 好 就像中奖品盖 上面写着再来一瓶 你要不要继续硬着头皮喝呢 喝 怎么不喝 头皮就是硬 对 你看啊 他就是喜欢喝酒 我看他头皮一点都不硬 他头皮松得像做死怕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主动进领导呢 在这儿等着领导进你 你喝酒不都得领导先去对吗 为什么 我可以先进领导表达尊重呀 你不是非常尊重领导吗 你等着他进你 然后他进你 你一饮而尽 是不是 那么能喝先进他 这就是酒桌文化推广员 给你普及普及 领导先再三杯我们再喝 那是哪里的文化 我怎么不知道 一般都是我 对啊 我能喝我就先进领导 我不能喝我就装怂 这才是酒桌文化 有点意思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马老师敬你酒 你喝不喝 不喝 他不敢敬我酒 因为他知道我不喝 这个趣事谁都不敢 跳一下就跳了 行吧